站在新的起点上 佛山企业正全力以赴拼经济促生产 与奔跑兔比速度拼出佛山功夫 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华新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让我们一起现场看看他们的生产情况 在华新玻璃生产车间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工人们分工明确 动作马力 刚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制品 经过八道工序后即将装车 翻往全国各地 春节期间 华新玻璃所有生产设备全部开启 45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每条生产线一天内能生产约20万个产品 订单来源并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业务量仍在稳步提升 截至2月3日 返岗率约为98% 生产订单已排到今年4-5月份 今年1月的产销率已超过130% 22年也是疫情严峻的一年 我们很想感谢政府各个部门对华新的大力支持 保证了正常出货和人员临感染 在招聘方面 政府部门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组织我们到贵州 广西 广东省内都提到的招聘会 我们也通过招聘会 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大师生 技能人员和一线的员工 据了解 华新玻璃作为玻璃行业的龙头企业 拥有全球日用玻璃行业最先进的设备 生产全过程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 目前生产的产品品种达3000余种 全国市场占有率达20%左右 当前九座窑炉 年产能66万吨 2023年预计同比增长5%到8% 华新玻璃在2022年 入写数据化 技能化示范工厂 有了与政府和社会对华新玻璃的高度 认可和肯定 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机器和鼓舞 说明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 要继续坚持沿着原来的道路 一直走下去 最终实现工需数据化转型的目标 未来一年 我们将以现有的数据化 智能化示范工厂为蓝本 把这套新进的数据化 智能化制造模式推广到高明 福建 大野 重庆 四个生产公司 同时我们将同步推进工厂 仿真系统 智慧园区 窑炉节能锦台 行进控制系统 APC 产品设计和窑炉仿真系统 立体舱的建设 从春天出发 一刻也不耽误 目前佛山各企业正逐步有序 稳妥安全的拼经济促发展 全市各级暖情小分队 已经奔赴生产一线 使出浑身解暑 助力企业冲刺开门红 为全年稳中求静夯实基础 把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当家 干成稳中求静 走在前列的升腾景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